迎接2017年的到来 从原城废弃公有零售市场转型 营运建满4年的高雄市书创中心 也规划新年的计划 除了持续有常态性的辅导跟讲座 协助创业者之外 今年还将透过重大专业活动 加强跟国际的连结 高雄市金发局执行秘书Emma说 今年的1月20到22号 我们会办Google Game Gen 就是一个跟全球 列入金市世界纪录的一个活动做连线 那再来呢 我们在暑假期间 7、8月我们大概会举办高雄游戏 今年的主题大概也会锁定在亚太区域 我们会深耕在亚太区域的产业的连结 更重要的是国际连结端 我们除了目前已经跟日本的TSI签的MOU 那还有包括跟马来西亚的雪兰儿 之后的SDCC签的 最近我们跟香港新加坡 尤其在亚太区域的这些空间 或是跟创新创业相关的一个这样的平台 我们希望可以搭建这样子的连结的桥梁 可以让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高雄的团队 有机会可以到海外去 然后海外的团队有机会到高雄来 Emma执行秘书并且表示 师傅也注意到人才端的需求 因此会积极协助厂商培育人才 并且跟学校合作 让学生有机会到海外实习 今年二月份的话 我们大概有一个南台科大的 有一个游戏的一个实习的 这样的一个wallshop的机会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有学子 他们可以有机会在学校的时候 就可以到海外去实习 透过我们的一些连结 然后海外实习完之后 有机会回来高雄 可以留在高雄工作 树创中心也希望扮演平台的角色 协助有智创业的民众 更多讯息请上高雄市树创中心的官网查询 高雄电台记者 陈俊昌财宝报道